请教佩芬姐姐 你怎么看黄珊珊 这两天的民调又创新高 这有没有灌水的成分 其实我觉得 你知道吗 我觉得民调 基本上我对民调 我并不是那么信任 我相信蔡英文同样 她没有把民调看得很重 还记不记得2012年的时候 蔡玛玛 她那个候选人出来 2016的时候 她跟赖清德 赖清德赢她很多 可是弄到最后赖清德倒输给她 所以我觉得在蔡英文的心目中 所谓的民调是可以 你知道可以不能讲 对不能操弄 但是民调绝对不是那么可信 而且在历次的选举中间 你看她当这个党机器运作起来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力量去的时候 所向披靡 就像说很多里长都支持 这个林佳龙 到时候你知道 手下披靡一站起来一叫 通通又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 你知道像四大公投 刚开始也是一面倒 可是到最后运作起来 还是倒过来 虽然说数量不大 但是基本上还是翻过来 对蔡英文来说民调不足词 所以这些东西根本不足词 那我觉得黄珊珊我上次有说过 黄珊珊最后一天投票还能维持28%吗 没有我不认为 因为刚刚我觉得王一元 南军现在集中在蒋旺安很明显 然后绿营我觉得最后底盘铁票会归队 一定会回来 我就讲说因为黄珊珊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有绿营的支持黄珊珊 其实是要去平衡蒋旺安 你知道那个民调 现在尤其台北市的选民都很厉害 那等到真正投票的时候 挺黄珊珊的那绿营的票 绝对是投给陈时中 你知道陈时中当然问题很多 刚刚王一元没错 他对这个林佳龙觉得很冤枉 我也认为林佳龙很冤枉 他条件真的很好 但是问题是陈时中为什么 独得蔡英文的赏识 你知道吗 他就算个人意愿不高 他太太最后点头 但是你知道吗 一个人被总统兼党主席 那么器重 感动吧 所以他最后一定会投下去选举 而且你知道吗 对蔡英文来说 陈时中对他几乎是使命必达 你看他从做这个指挥官的时候 从刚开始的口罩外交 我国内的口罩 我用国家的队来做 然后大部分去外销 他完全配合 然后后来买疫苗 然后高端 拉抬高端 然后阻挡这个BNT那些 他都做到 而且他做的就是蔡英文的意志 那最后赛季 蔡英文一开始说 我有买一亿剂 他立刻就丢下去 就去买一亿剂 然后各种人都在买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使命必达 那对蔡英文主席或者总统来说 有这么值得信任的人 而且这么能够依托的人 因为2022完了这个首都市长是非常重要 尤其对这个总统 他的任期到2024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完全听他的使命的话 那多好啊 林嘉隆很致富 我觉得条件真的很好 你知道吗 当初在台中选的时候 真的跑去那边窝了十年 最后打败胡志强 你说有这样的人没有 以他的条件 他真的可以做到 所以我觉得 那另外就是说 讲说民调也好 什么要 柯文哲也好 侯友宜也好 我觉得这两个人 其实不足词 不足以依词 很多人说侯友宜 不管你身外有再高 你最后要跟郭台铭搭档 你就可以胜选 柯文哲同样打这样的算盘 但是郭台铭已经说了 政治不是他的选项 所以我觉得柯也好 那个侯也好 要问鼎大卫都还差很远 还差 那侯友也还 那我问你 那蒋万安的40%呢 现在看来也是要死不活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没不大跌 因为我看到各家民调 也都是接近这样的数字 但是他也冲不上去 其实我觉得 所谓冲不冲得上去也要看 就是说看最后的情况 因为你如果说陈时中 真的声望可以拉起来的话 他那个 然后黄珊珊 男赢的支持住 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话 我已经讲过 黄珊珊那个色彩太明显了 宋楚玉 亲民党 然后她是亲民党的人 而且亲民党的人 基本上她说她有良家 所以她基本上亲民党 民众党的人不爽 说你为什么不挂民众党的民调 所以最后 是不是真的会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说她的绿营的支持者 没有百分之百回到陈时中的话 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那个胜败很危险 我基本上对陈时中选这个四张 我基本上觉得她机会是蛮高的 就是说今天出来民调数字 陈时中是第三 但是你个人认为她胜率最高 对 那最主要是说黄珊珊的那些支持的票 在哪里 好 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